别把身体求救信号不当回事 吃微生素 全都会变臭 想那条的小白 赶紧换什么样来看看 你有哪些味料元素不足 能不能一碰就断还细软 多吃芝麻牛奶 重新动回高炉顶 爱长包毛桶醋 多吃鸡蛋和香蕉 一到下午就暗沉 多吃起义果和番茄 皮肤干细纹多 护肤品抹几层多万下 多吃贝类和坚果 总是睡不够情绪差 多晒太阳 猪肝菠菜多吃吃 快乐似小狗 眼干颜色 胡萝卜鱼肉别放过 测完还留家胃了吧 亲手小白像科学那条 却不知道怎么搭配营养元素 这几个公式哪去 直接照着吃 维C加维E加烟鲜胺 可以养体量剂 尖子身组合 上一整天半 脸都不带暗沉的 配合相同成分的精华身体乳 瓷器抛光了米力量 变酸加铁 是不黄金CP 提上来 不用塞红脸都粉扑扑 一族家各家美 像姐妹必须补充 尤其是想通过少吃来吊秤的 他们仨能支持身体代谢 让人身体保持在一个 健康有活力的水平 咱绝不提上解释啊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 平时吃外卖 想要凑齐身体所需维生素 难度不亚于吃到非玉制菜 如果你没工夫研究 各种食物的元素含量 可以直接整一瓶这种 有蓝帽子标示的 复合维生素 老方便了 刚开始那条事 我也买过一亿 足备吃大一成分的维生素 还有这份那份的 一对乒乒乓乓乓 难坚持不说 最近搬家一看 好家伙 不吃一大半 纯纯浪费钱 谁家好人的鸡 是大风挂来的 只要上次去练普拉提 看到搭子在吃 膳村小子瓶 问了问身边的姐妹 没想到几乎人手一贯 一粒就有22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身体所需微量元素 几乎一网打进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还是才还可靠 奶奶被都知道的膳村 能活30年 还是有点功夫在的 像我前面提到的 呵护好皮肤的VCV1咽血胺 呵护剂色的叶酸加铁 支持代谢的B组美 各集中营养组合 它全都给搭配好了 配方对女生超级友好 科学比例 不用担心自己瞎吃过量了 对身体产生负担 每天一礼 那条起来就跟左华右华一样 轻松不费力 维生素和矿物质 就像灌溉咱身体 这颗大树的营养液 营养跟上了 树还得供和作用呢 所以除了那条补充好身体所需 配合规律作息 适量的运动 张弛有度的饮食 才能让身体达到健康平衡的状态 让树脂繁叶茂 散会